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考验的一个选手 2012年他开始转型自由搏击 所以并不是练习自由搏击这个项目很长时间 对 而且两位选手其实在这个年龄上差距是非常大 勒德斯拉成名1934 但是这个岁数并不能代表勒德斯拉的这个水平会下降 好 高扫开路 明显崔剑辉这比勒德斯拉要高很多 在身高上是有优势 勒德斯拉从报价上来说还是一个泰式出身权 带摔很干净啊 带摔是不被允许的在我们规则上 不过这种老游子一般他会做一些灰色规则的 勒德斯拉这个后手啊打得很准啊 从两手中间就穿过去直接踏出对方面门 当然这个压点呀的没那么准 勒德斯拉是一定知道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的 但是他就是要做这个动作 他会做一些这个规则的灰色区域 是哦 你看前腿的支撑 这个低扫 勒德斯拉这个选手确实是老将啊 几百场比赛的经验场上非常熟悉 等一下打到后门他这个手就会越放越低 融合了这个态势和美式泰拳的这个精髓在他身上 勒德斯拉这个摇闪真的 我觉得还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 加拿农的冠军都是非常强悍的 而且是跨级别的冠军 这个雨量雨量超级清亮都是他的 勒德斯拉的迪魏达佛顶西 确实是而且呢从他有很多场比赛是联赛 一百多场比赛联赛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能阻止勒德斯拉进步的脚步 对 连胜当然这对手 第一扫 这个硬度 接着扫低 是 勒德斯拉这种老将就给我们感觉 真的是看到了当年亚桑克莱啊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就出一下这一下我一定会打到你 而且我要的效果一定做到 我这一下我就要你命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你看的更像的是什么 更像是当年的蓝桑坤 蓝桑坤在当年刚刚来中国比赛的时候 来英雄争争争争比赛的时候也是这种打法 软软的 可惜时间不久蓝桑坤已经变了 蓝桑坤现在训练的确没有那么勤奋了 这也是一个问题 哦 我们要注意这个绳边战术啊 一些老式的泰拳手对于绳边的依赖 他有时候这样的还能消耗 还能跟一些体力的消耗没有大 还利用这个围绳做一些技术动作 比如反弹啊 然后利用你对手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勒德斯拉现在废动作很少啊 对 很准确 你可以看到勒德斯拉这个信心 他的信心的指数 崔建辉是圣华的选手 那个赛前啊 我们的今天点击率最高的老师康恩啊 说这个崔建辉可能会在面对挫折的时候 这个心理素质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官 他不担心他的技术 就有的选手就是这样 如果锐齐被错掉了 勒德斯拉现在就在错了他的锐齐 并没有给他做太多的重击 但是错掉了以后 没错 你不敢出了以后 我才开始打我的节奏 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 第一回合我们今天看到勒德斯拉 确实在经验上 在技术上 还是有联赛的 确实不是白来的 但是这个联赛在中国选手里不算什么 中国很多选手都能够连续胜利 随便挑对手就行了嘛 你看这个低扫 确实很准确刚刚他的位置 而且对方的重心刚刚是压到前腿上 他一个低扫就过去打得很准确 你看这一下 你看扫打 包括这一下 对 你看这个机会抓的 这个实际上刚才的那一腿 对选手的伤害是很大的 踢的是七关节的十字带 这个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这都是老油才会用的技术 包括刚刚那个圍绳的时候那个堵截 对 那个堵截其实并没有发力 他只是觉得这一接触 对方已经进不来之后 他已经很有数了 就力量不需要发出去 是 我们接下来要看两个人第二回头的较量 看崔天辉这边做出一点有效的调整 观众朋友聊天的时候呢 可以关注这个英雄传说的微信微博 也可以跟我们在百度三大八进行互动 好 好 现在是第二个比赛开始 迪头啊这个 泰式选手的这个后闪 我觉得是这个这个遥闪艺术的所在 对 因为其实后闪是很多拳击选手所尽量避免的 因为你重心全在后面 但是泰式选手更多是因为他被这个高扫给训练出来了 没错 这个后闪的动作柔人性和反弹的力量很好 是 罗多斯拉现在又是被靠身边 又是为神干重 又是为神干重 这个老拳手打新拳手啊 当年莫州莫德阿里和霍尔曼也是这样 看就一脚正登 我们看现在罗多斯拉这个很洩的这个样子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术语 从下午三点我们看到罗多斯拉就开始热身 已经在我们的酒店开始进行机影和对联练的练习 一直到我们比赛上过前罗多斯拉都没有停过 现在他的松弛是在场下几个小时的紧张所换来的 这确实是非常职业的一位选手的表现 这个笑脸杀手啊 在比赛当中一直是有一个笑脸 而且勒德斯拉的感觉给人一直很客气你这样吧 对 就是选手当强大到一定场合 他已经不需要在外泄的气场来压迫人了 崔剑辉打勒德斯拉 他不能这么比较干的来打 要多一些虚晃和抛招 不要每一下都打实的 这样每一下都打实的 重心呢因为会压得比较实 当你重心压得比较实的时候 一动就会有问题 这样反而会被勒德斯拉的灵活的 找机会的选手给抓住 崔剑辉的动作还是这个轨迹比较明显 前后手低扫 这样的一个教科舒适的进攻呢 是不太容易打到这个选手 当然了这也是看对手 我估计打一般的选手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勒德斯拉这种摇闪 都打空了 这个双吸 双跳吸 对不能连续的用这个吸击来进攻 没错 现在会有一点急躁了我们看 已经有一点这个心态 一定要稳住 我们看勒德斯拉的发力动作很松弛 用松弛像甩边的一样把这个腿给送出去 这个低域的摇闭的激攻啊 就好像我这拳就在那儿 其实击中勒德斯拉几下 勒德斯拉这种经验 在整个的身体意识上没有感受出来啊 舍身踢 其实在这个时候做舍身踢的很多选手啊 并不是他的战书意图 实际上这个时候暴露出一个心理问题 他已经害怕了 不敢 因为他知道他做了几个动作之后 勒德斯拉要进攻 所以当做舍身踢的时候裁判会介入 那么这动作要重新开始 这时候暴露了一个心理问题 后手要塞到了 我们看勒德斯拉在重拳以后 是没有常规的那种身体反应 其实他并不是没有问题 那当然 他是给对方的一个感觉是没有问题 对 这就是老拳手的一些特色 他会让你在心里边永远摸不到你 勒德斯拉这个第二回合 两个回合打完之后 整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的松直 还是很松直 好像你给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没错 我现在毫无压力 然后刚刚你看这个比赛一结束 原地还蹦了两下 我就在你面前蹦了 事实上勒德斯拉受到对方的那几个中击 不可能没有神经病 对 看这个摇臂了 然后坐进来 这一拳还是打到的 这一拳还是有打到的 包括 勒德斯拉是在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里边 身手比较干净 出坏招比较少 脏的这些招很少用 其实太拳教授好多都是会在这个铃声响起的那一瞬间 我多拍你一戏 我多给你一拳 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 崔建辉在刚刚第二回的比赛之中 还是有这个击中对手的表现 但是这个击中的这个力度 实在是 其实力度是有的 勒德斯拉是没有显示出来 我下边哭 我在台上也不会显示出来 我有问题 对 我们看崔建辉是这种 一直我们观众对他了解就是他很擅长打中击 而且他刚才那几拳真的是中击 对 但是当然有可能对勒德斯拉来说这不算什么 再就是勒德斯拉你看我们注意他那个埋头这个埋的这个深度啊 对于头部的打击相对来说的缓冲力会更好一些 你打的基本都是脑门的那个位置是人身体上最硬的功能 对 只要打下巴把扎脚打开人的脑袋才会极力的震荡才可能会倒出 对 你看在缠爆的时候啊这个勒德斯拉很稳健 即便是缠爆如果动作不是特别准确我也不做动作 因为我知道我只有一下息的机会 我要就要这一下子清息 而且知道这个崔建辉没有息 看到现在崔建辉的息很深 看 崔建辉不太擅长打超近距离的进攻 但是勒德斯拉只要你一抱我我那息肯定就上了 对 对 一直在说这是集美式和泰式泰拳的大成 美式泰拳是从最早五几年那个空手道的推广 到后面泰拳的推广融合起来的一种景象 对 因为这个美国式的泰拳相对来说它比较自由 没错 就像美国人一样 我们都看到美国跟他穿牛仔裤啊穿进动鞋 这种比较支持的这种这种这种泰拳 对 在勒德斯拉身上很明显 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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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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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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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实在的选手 心里失望了 目前 其实缺队会这个时候 你打高密度进攻的话 对刘斯拉是取得机会 两个手没有了 你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 就算他能躲开 你要拼密度拼概率的 如果他能90%躲开 那你出十拳总能中一拳 又是舍身体 这个舍身体有效性几乎是没有的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每个回合透一个舍身体 在我们的比赛里面 如果对方一直在做很漂亮的摇闪分 在判分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选手不要这个时候不要被对方 我打不着你 然后你可能就会胜不适的 只要一个选手在主动进攻 另一个没有什么有效打击 还是主动进攻这个选手是有优势的 好了 这个第三回合 我觉得两个人有一点 秀一下技术 对 有点秀技术的这个意味在里面 在进入第三回合的时候 乐德斯拉确实打得更加松弛了 对 没想再要怎么样 觉得自己打下了全两回合 显面能看到 确实是一个老牛子选手的一个素质 这是刚刚靠在身边 你看 你看 当年阿里的那个经典之家的感觉 对呀 全靠躲 在另外一个躲之后 阿里是撤出来 然后打了一个一二连击 一分半就倒地了 对 斯拉还自己打自己两下 三十多岁的选手 我们看他的保养 整个的实体解析图 还进行着非常非常规范的训练 才能做到这样的实体解析图 那三个合合全部结束 我们要依靠裁判的判罚 来分辨出这场比赛的胜数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看裁判的判罚究竟是怎样的 一宿传说 二零一六 亚洲低空进步战 完场比赛结束 红方二十八 比蓝方三十九 二号财迷人 红方二十九 比蓝方二十九 停止 三号财迷人 红方二十七 蓝方三十 蓝方获胜 有请尊敬的英雄传说 赛事委员会 副主席王兴飞协长 华盛鼎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张军协长 这是一场超新决人的比赛 然后见识到了世界王女的亨坛 来